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29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开盘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 目前的一个指数是上涨了138点 来到了17695点的一个位置 是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的一个行情 那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行情能够这么强呢 我相信跟这个昨天非常多的一个半导体的大厂 它召开法说会是有一个直接的相关性 昨天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是2454的一个联发科 大家有没有想过 已经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联发科 股价开盘的时候能够以涨停板来做一个开出 那稍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另外昨天召开法说会的371的日月光 角出比较好的数字 不过目前看起来股价是前线修正 包括像是2303的联电 这个也是在昨天法说会之后 释出比较好的一个讯息 但今天股价也是呈现开低 因此今天简单来说 目前的一个指数大涨 最主要就是由这个联发科的一个股价 先来做一个带动上涨的一个走势 因此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到底联发科缴出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能够一口气把股价带到一个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他昨天单季的一个获利是来到 我们来直接看重点 他单季的一个获利是来到16.21元 同志们你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有多惊奇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去年前三季的时候联发科的一个获利是16.65元 简单来说他第一个季度就几乎赚到去年前三个季度的一个获利 因此我想这样的一个数字出来之后 当然外资 事实上我在早上我特别去看了这个几家外资的一个报告 大概都把他的一个目标价往上去做一个调升 那目标价的部分我不能够跟大家谈 只能够讲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稍微查一下 不过简单来说以今天有发报告的几家外资券商 今天股价公道涨停板对不对 都还没有达到他们 应该讲就是这几家外资券商当中 最低的那个目标价其实都还没有达到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家可以注重的一个几个重点是在于说 我想这个部分当然不是叫大家去追这个联发科 因为今天毕竟股价也公到了涨停板 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空间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联发科的一个股价公道涨停 它能够带动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想直觉性的一个思考 当然对于这个IC设计类股来讲 它就会有一个带动向上的一个比价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涨幅第一名是这个 当然联发科股价也是公道涨停 但涨幅第一名是同样也是属于联家军的3041的一个洋质 然后以及第三名 你会发现都跟联家军有关3035的一个质源 目前的一个股价 它事实上也涨了这个3.7% 目前是涨了3.9% 然后来到5%以上的一个幅度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 以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来看 当然对于IC设计类股来讲 当然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第一个就联发科的一个股价角度来看 今天的一个股价攻涨停 而且以目前所住的一个章数 当然不是开盘还不是很确立 这个稍后其实应该会有打开涨停板的一个机会 但整体来讲 我认为今年事实上 包括了这个对于高通对手的一个超越 然后以及在整个获利财报表现 搅出一个比较好成绩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对于整体的股价而言 会有一个持续推高的一个效果 那其中比较值得留意联动的一个股票 包括像是3035的巨元 这个也是我们在昨天晚上的节目里面 当时跟大家谈到的 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说 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这个是我们在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就是说 如果以这个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原本等幅首波是挑战70.8元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股价开盘 其实就有来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我想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谈到了 以这个0.68元的一个成绩 事实上他也是搅出一个 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 因为如果你去看他去年同期 第一季的一个获利来看的话 他去年第一季的一个同期 事实上只有0.16元的一个成绩 那今年到0.68元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成长 因此我想整个所谓的联家军的一个 IC设计公司来讲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事实上都会有机会 被这个所谓联发科的一个股价 向上去做带动 那除了这个支援之外 另外还有两档联家军的一个IC设计公司 我是觉得大家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他后续股价的一个表现 例如说像是3034的一个联勇 当然联勇的一个部分 我们知道说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跟这个3545的一个敦泰 然后这个所谓的一个4961的天狱 这种所谓面板驱动IC的一个厂商 其实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他都有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走高 但毕竟以这个所谓联勇 他在整个所谓面板驱动IC的一个 市占率来看的话 他应该会是这个族群当中 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受惠者之一 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股价的一个部分 在突破新高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过了高点之后 好像出现一些震荡 这个高点是644块 然后这几天最高点是来到656 当天股价出现开高走低 然后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维持在这种所谓 连续四天黑K棒的一个走势里面 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跟大家谈到的嘛 就是说他虽然说是连续四根的一个黑K 但是他有没有来回测 表态的这一根红K棒 他的那个范围里面 我想其实没有 所以虽然说是一个开高走低 大家觉得好像黑K 感觉那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其实没有来这么样的一个强劲 但实际上呢 他的一个线形上面 应该是属于相对来讲比较强的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们再来谈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 今天的一个股价 虽然说是呈现下跌 但是一样是我认为 对于这个联发科 所带动的一个比价效应当中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留意的 是在于3227的原项 好那原项的一个部分呢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股价是有点这种所谓 开平之后向下走低的一个意味存在 但整体来说你会发现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基本上从两波的一个向上发动公式 对不对 后来的一个回测 其实也没有跌破当初公式的 发起的位置点 好因此目前看起来 它比较像是一个 在这个所谓一个震荡主体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好因此后续大家也可以留意 就是说当这个所谓的后续的 包括第一季的一个财报公布之后 这个股价其实会不会有 向上表态的一个空间 好因此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相关的一些IC设计股 是大家今天都可以留意的一个重点 那除了这个IC设计之外呢 另外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了嘛 另外的一个族群 应该是这个联发科相关的受惠股 但是有时候必须要讲 就是这个股价呢 当然现阶段它还是属于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整理格局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强势的一个整理 因为实际上这两个股 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的一个股价从去年的11月份向上表态之后 基本上它的一个底部也是呈现了一个越电越高 往上去做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势 因此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对于旺系而言 当然它有这个跟联发科合作的 MEMS的一个探针卡 我想在今年联发科大幅度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 对于它来讲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中长期的成长力道 因此今天的一个股价虽然没有涨 但是一样 我们不是说看到股价涨 才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而是当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中长线的一个角度来做看待 毕竟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投信的一个进出场来看的话 事实上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你会发现 投信的一个买超还是算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 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投信一共买超了这个6738张在这个地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买超这么多的一个张数 股本9.2亿 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这个其实大概占了大概7%左右的一个股权 它这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 积极性的一个买超 如果你去思考它背后的一个意义的话 我想你就会知道说 这两个股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会跟大家谈到 大家可以去留意它后续的一个股价表现 当然系格的部分也是一样 今天股价系格就是联发科股价涨了 把IC设计都带动了 但自己的那个供应链反而没有什么 太多激励的一个效果 不过系格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事实上在今天早上开盘 它也是创下波段新高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它的一个股价或许走的 不是这么样的一个快速 但整体而言它的一个趋势 都是往上去做一个发展 因此从今天的一个联发科 我们可以看到IC设计相关的一些个股 以及这个所谓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这个是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重点 但除了这个族群之外 另外半导体我们刚刚谈到 昨天还有几家公司召开法说会 今天股价看起来好像有一点 法说会开成法会的一个味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基本上对于月光头控 或者是对于风测产业 那也至于像是这一档个股 应该是比较多人关注的2303联电 我倒是认为其实基本上它的问题 应该不是来得这么大 怎么说呢 基本上以联电的一个法说会的一个内容 它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当然它跟客户来做合作 希望能够在南科 有这个三年1500亿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那其中的客户包括了联发科 包括了这个联勇 或者说像是4966的普瑞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就符合了这个之前市场所传言的嘛 就是客户出资 这个应该不算客户出资 就是我客户先付了款项 然后到时候你要保证产能给我 我觉得应该算是以这样的一个形态 来做一个判断 好因此当然昨天 事实上以如果你有看这个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ADR的话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 基本上它的ADR 其实在昨天的股价 表现就不是那么强劲 我记得昨天晚上应该跌了 大概2%左右 好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 它有没有封闭缺口 当然有封闭缺口 但是呢股价的一个部分 看起来是有留一点 这种下影线的一个味道 而且今天是一个报大量 我是觉得应该这样子说就是 今天如果是一个煤量 或者说是开盘报大量之后 它一路往下灌 那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转环的空间 短线上面股价就要去做整理 但至少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是来的这么样的一个弱势 也就是说在打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市场的一个成绩买盘 还算蛮强劲的 因此我想以这两个股来看 或者说像是371的一个日月光 昨天股价创下新高 基本上第一季的EPS 1.99元 这个其实也是史上第三高的一个成绩 所以随着股价创高之后 出现这种所谓震荡压回 或者说昨天去压保法术会的 这样子一个买盘 它去做调整的时候 事实上我是觉得说 大家不需要太过紧张 最主要还是要看 后续的一个行情 它的股价在经过整理之后 到底是持续往上 往下去做修正 还是说有一个重新转折的机会 但从产业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我个人认为其实转折向上的机会 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大 好因此这个是我们在第一阶段 针对今天当然最强的联发科 它所带动的IC设计 然后昨天召开法收回的日月光 或者公布财报的日月光 然后这个联电 他们这几家公司 最主要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至于说今天的一个行情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个股值 大家做留意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帮大家做解析 全了母親 感恩全国伟大的母亲 以及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推出 三重感恩回馈专案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城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名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无往不利 城东东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部感恩全国伟大的母亲 以及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推出三重感恩回馈专案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 三大好礼大放送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線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我是气象达人彭启明 我的神水好习惯是 会把洗澡前的冷水 冲洗水通通收集起来 可以用来出马桶 还有拖地 一水多用 结杯用水从你我做起 我是中央气象局吴婉华 我的神水好习惯 是把洗漱果的水 和厨师机里收集起来的水 累积起来 原来浇花 擦拭家具还可以拖地哦 一水多用 结水可以很轻松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在第二阶段节目的一开始 还是先来跟大家谈一下 目前整体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那目前呢 是有一点这种开高之后 震荡走低的一个味道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盘中最高点 大概就是我们开盘的 那个时候看到的最高点是上涨了 141点 但现阶段的一个指数 剩下上涨76点 来到了17643点 同时要留意的 预估的成交量 因为现在毕竟是9点15分了 它跟这个 9点开盘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预估量 当然会比较夸张一点 但经过了15分钟之后 它会开始慢慢地 接近今天收盘 应该有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 是会有机会来到6000亿以上 那如果说出现了 这种比较明显开要走低的话 多少对于行情来讲 我觉得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压抑 不过整体来说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是在于说 以现阶段的这个 行情的格局来看 现阶段的一个状况 我是觉得就台股的技术面 其实它并没有到出现 即便今天是一个 那种所谓的一个出量的黑黑棒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其实看不到太多的一个影响 因为毕竟如果说你从 可以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我们昨天谈到的嘛 目前看起来FED是没有要去做缩表啦 那代表资金的一个行情 暂时倒还是可以维持这个 比较热度的一个情形 那因为你指标在相对高档 原本你大概在整理走势上面 合理来讲就是至少会到下周 就是下周的一整周 它其实都会是一个 比较偏向整理的行情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整理的一个行情里面 简单来说就是冲高的时候 基本上都比较容易会遇到 这种获利条件的卖压 但同样的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应该是在压回的时候 有没有买盘去做进驻 这个才会是 行情是不是强势整理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太大的一个问题啦 应该这样子讲 好那第二阶段节目呢 我们就要回过头来 因为今天早上 友达他公布了 他第一季的一个获利 大概是1.25元 好所以你从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这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啦 你看 如果是1.2的话 基本上 过去这两年 实际上表现最好的就是 去年的第四季 单季来到0.88元 那在今天 当然有一个另外的重点消息是 他花了175亿把那个 昆山厂的股权全部吃下来嘛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说他希望能够 对于这个厂 他有绝对的一个主导权 那当然这个绝对的主导权 那不是为了要处分啦 当然是为了要扩产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都是有订单 才会去做扩产的动作 所以当然今天股价到目前为止 一样他是呈现了一个开高之后 震荡走低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实际上如果你以获利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啦 当然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一个波段大量的黑K吧 但是前提是你要看 要收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以这波股价来看的话 今天的个股是开高之后 回到昨天的一个收盘价 就是昨天平盘附近 他就有呈现这种 所谓稍稍呈现收缴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这个部分后续要观察的重点就是说 假设啦 我今天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做一个收盘的话 重点应该是下个礼拜一跟礼拜二 他怎么样去做发展 为什么 因为他毕竟不是到目前为止 他不是一个绝对的黑K 所以简单来说 他可以透过跳空的方式 去化解这个所谓的 今天大量黑K的 这种所谓比较套牢的一个情形 但实际上我说真的 以现阶段的一个盘面格局来看 你看到的大量 他其实未必有套牢这么多人 因为现阶段的一个当冲 他的那个状况实在是 太盛行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于 筹码的一个判断上面 他会有一些这个失真的一个 或者说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他会有一些失真的一个情形 但整体我觉得相对来讲 你可以确定他真的有做 或者说是他的筹码真的在里面的 反而是法人他的一个进出 他会比较具备有参考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以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投信连续性的一个买超 当然买上来他的成本一定有拉开 但这个部分我们要谈的重点就是 他有没有出现获利调节的一个动作 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我是觉得 整体的一个股价 他其实应该都还是有利于 整个多方的格局来做表态 包括像是群创大概也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说群创的一个部分 到目前为止股价当然也是开高走低 因为今天大多数的个股 好像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存在 但整体来说的话 一样的一个概念 他目前是回到昨天的一个收盘价附近 我们观察的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友达 这个相关概念也提到的就是 除非他今天进一步大幅度往下去做杀低 要不然整体来看的话 你要看的是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的走势 然后以及这个法人的调整 有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确调整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另外在整体原物料个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水泥拉回 造纸拉回 运输拉回 但钢铁类股的部分反而呈现上涨 那这个是今天媒体比较少报导的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中国他针对这个部分钢品的一个出口退税 他要去做一个降低这样的一个动作 简单来讲就是不希望中国生产的一个钢铁 通通销到国外 因为如果说你出口能够有一些退税的话 基本上你的在价格上面 你就会变得比较有竞争力 大家就觉得说好像销到国外赚的是比较多钱 但我觉得这个某程度上面也反映就是 第一个现阶段的这个钢铁市场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短缺嘛 所以当然希望说 整体的一个产能能够留在国内 那第二个这个其实对于台湾厂商来讲 他反而会是一个机会 所以之前的一个中钢股价进入到一个震荡整理 这个部分之前我们也讲说 这未必是一件坏事 你让股价去整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反而比较容易会有重新表态的机会 毕竟一档1573亿的一个公司 你走这种斗角度上扬 这个在股市当中其实并不是一个 能够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期待说他的股价能够在大幅度冲高 原本难度上面就稍微比较高一点 但整体来讲如果以今天的钢铁类骨来看的话 当然除了中钢之外 另外可以看到相对来讲表现比较整齐的 可能是以这个不锈钢为主 包括像是星光钢 对不对 包括了像是蕴墙 那当然你要说钢筋的海光也有 中钢 中红 然后叶辉等等 只是说以今天的不锈钢的一个族群 看起来是有同步向上去做一个表态 因此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它对于今天的一个钢铁类骨 我觉得多多少少 它会有一些带动跟激励的一个效果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当然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原物料当中 当然昨天食品类骨表现非常强劲 这个地方我简单谈一下食品类骨的表现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今天的大统益股价再度攻到涨停板对不对 然后星泰是昨天没有的 福茂油是昨天也攻到涨停板的 福寿它其实也是昨天攻到涨停板的股票 那艾滋味的部分 当然食品类骨这个其实大家就非常熟悉 简单来说就是以现阶段的这个 农粮产品的报价 黄豆小麦玉米这三个报价 其实最近都创下了8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黄豆它最主要是用来做 所谓的一个黄豆油或者是沙拉油嘛 大家其实每天都用到 好但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对于油脂的一个厂商 所以你会发现公到涨停板的股票 大统益也好福茂油也好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福寿也好 基本上都是属于油相关的概念股 对不对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要稍微跟大家谈一下一档 今天收黑的股 不是目前是黑 目前是下跌的股票是121年的大成 那实际上大家对于大成的第一时间的想法 大家都会觉得说 它不就是卖鸡肉的吗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个是 这个是它的业务没有错 这个也是它大家熟知的业务 但并不是它的一个主要业务 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去那个大卖场 Costco或者是 加勒福等等 你会看到那个大成的榨机款 我也很爱吃 但这个部分其实你会发现 你看它最主要营收的一个比重 这是2019年6月份 但实际上 虽然说大概相隔了快两年时间 但实际上它的营收比重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说它最主要的营运是来自于飼料 对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观察就是 我进口这一些我飼料变贵了 那当然对于这个所谓的销售状况来讲 我觉得多多少少其实会有一些改善 那大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所谓的食品类股的表现 那当然也包括了我们昨天晚上 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到的一些 碳中和相关的概念股 例如说像台泥 例如说像华智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重点 那最后呢 因为下个礼拜就是 应该说礼拜五就是劳工节了 那感谢全国的包括母亲节的伟大母亲 跟劳工朋友三重大感恩 那这个部分如果想要跟上我们投资 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的投资朋友 欢迎把握这一波的一个机会 广告当中可以跟我们的服务人来做联络 那以上就是今天4月29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成都投资感恩全国伟大的母亲 以及辛苦的劳工朋友 特别推出三重感恩回馈专案 全面五折三大好礼大放送 全面五折三大好礼大放送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创線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投资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险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都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都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 副组长罗一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